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又到每月最愛的時候 今次這個每月最愛 可能是我這麼久以來最喜歡的一次 因為今天其實說的種類都有很多 有些生活用品 那些生活用品是我真的很想分享給大家 是急不及待的 然後又有食物,又有美妝,又有護膚品 所以馬上開始說了 話說我是很喜歡吃煎餃子的人 每星期有一兩天 我都會用煎餃子做早餐 甚至乎星期六日 我都會煎餃子給我和男朋友吃 當早餐也好,下午茶也好 而我最近新入手的一隻餃子 光束被我清掉 這款餃子我是在法街買的 大家可以認住包裝 不是只說這麼簡單 我準備了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餃子 給大家看 這是晚餐 裡面會有我平時超喜歡吃的 一個BB餃子 稍後會跟大家說 一個爸爸型 超大顆餃子 還有剛剛包裝是這一款 我現在不客氣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就不是很多菜 我記得那時候的中文名 都說自己是排骨餃子 它的肉汁是湧出來的一種味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很香 這個餃子真的 因為平時吃的餃子的味道 都比較清淡 其實個人口味 我不是說很喜歡吃到這麼濃 但是偶然吃下去那一下 是真的有驚喜的 這隻餃子其實都煮了兩個小時 我媽媽出門後 她知道我要拍片 幫我煎定 我再翻熱了一點 其實隔了那麼久 一咬下去 還是有肉汁的 然後說到餃子 我就特意說我原本的最愛 也算是此生最愛的餃子 你看到剛才的尺寸比較 而且上面的皮裏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同的構造 因為全部寫韓文 很容易煎得很脆薄薄 我很喜歡這個香口感 好像變成了飲食節目 最後就到這個爸爸大餃子了 放在前面就遮蓋整塊臉 這款我也是第一次吃的 是BB糕的餃王 它是韭菜豬肉餃 很少吃這麼大的餃子 我不是特別喜歡 或者是追求一隻餃子越大越好的人 吃不到東西 看到裡面的韭菜多了嗎 好像不用錢 我覺得我今天的順序 竟然做得很好 第一隻餃子的時候 肉和菜的比例 我想可能是八比二 七比三左右 然後第二隻迷你餃子就是五五 這個菜和肉 我想菜有七成 肉只有三成 所以我今天三隻餃子 可以滿足全部人的需求 剛才三款的餃子 都會在衛康、百佳、大型的超級市場 都應該找得到 剛才吃了一些熱氣的東西 我最近又到養生時候了 我在去年冬日美食節的時候 和媽媽去買了這個 人和號的老陳皮冰糖燉檸檬 這一瓶裡面有450ml 價錢我記得是150-180元 它原本是黑色的 喝下去就不會很甜 是有一種 稠稠的 我覺得喝了它之後 喉嚨超順暢 我覺得它沒有去到有病醫病 沒有病保身 但如果初起感冒 或者初起喉嚨痛 有些剪刀的話 這個很值得 好了 美食節目完了 我們就來回大家最喜歡看的彩妝部分 今天一個貴一個便宜 便宜的是一個Colourpop的眼影 沒錯 是裂了的 它的色號叫DGAF 一個這隻眼影 再加一個隨便的香檳金色 做回中間 眼妝已經是有東西看之餘 有精神 但又不需要任何技巧 看到嗎? 好漂亮 這顏色 紅棕色 但閃粉是有一點點綠色 金色的閃粉 而且這顏色的百搭程度 無論化什麼妝 用什麼胭脂 用什麼唇膏 穿什麼衣服 怎樣的髮型 它都可以處理到 而另外這一支 其實一點都不新的 但是經典產品 Jojo Armani的Lip Maestro 500號色 它的質地是很漂亮的 私用質地 很順滑的 你看看 我塗了一下 可以全部都是飽和的去推開的 而且它的顏色 基本上什麼膚色都可以 我覺得我已經不是一個最完美的示範 因為我真的太黑了 但你塗上去 整個人都很年輕 很青春的感覺 就算你穿的衣服比較沉 也好 它都可以把你的臉色出來 對於膚色的提亮 是做到一定的效果 它的缺點是什麼 貴 除了貴之外 我也想不到它有什麼缺點 真的很好用 到護膚品的部分 好了 這次就想說這支 CURRELL的 MAKE UP CLEANSING GEL 它擠出來 是透明質地的啫喱狀 然後你慢慢推開 它就會變得有點油的感覺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很輕盈 雖然它有點變油 但不會有那種很厚重 要乳化的那種油膩感 你會看到唇膏和眼影 只剩下皮膚的顏色都沒有了 所以它卸妝真的很乾淨 兼斜洗完之後 不覺得臉蠻蠻蠻蠻 它不會有軟滑油滑保濕 不會的 但至少也不會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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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它在我身上的保濕 我挑一點給大家看看 其實很濃的 它一點都不酸 我平日就會把它點在這兩個手指 今天用少一點點在手指尾 要怎樣做呢 要搓搓搓搓搓搓 搓到它開始慢慢變得沒有那麼濃 就塗在... 先塗在頸上 它的味道清新而人 很香、很放鬆,好像做了一個貴婦SPA 而且你不要看我剛才的手指尾一點 我現在半條頸已經塗到了 而且為什麼這麼貴? 平時我不是那種覺得貴就是好的人 但我用完這一刻,我真的很大機會會回購 原因就是我晚上用 因為日後真的用不到 而且如果你不是乾性皮膚 你未過三十歲,未到一個起床慢慢的情況 你千萬不要買它,不要浪費錢 但如果你中了我剛才所說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試試 塗完之後,你晚上睡覺,起床 你會發現自己的膚質變好了 一晚就可以了 當然,你說一個星期也是一樣 他不會說每天都更好 但你會發現自己是明顯地變好了 所以真的很好用 我不再說那麼多了 下次真的特意拍一條影片 說一下這個牌子那幾樣東西 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review 好,然後就想說AirPods 這個真的拍YouTube 如果你沒有,怎麼可以呢? 我都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時候是想在公司的時候 你戴著它,我要做voiceover的時候 就方便一點,不用擀著線 那一開始呢,其實我覺得它不是特別好用的 我本身就是想罵它 因為它一千多元 之後的陰質呢 是跟我在鴨寮街買過20元的差不多 它真的不漂亮的陰質 那麼貴啊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要說它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之前有說過 我掉了其中一邊耳朵 我想就可以跟上的 review 去下電ubs槽了 我真的呆了 它可以怎樣吃 它會掉進行的 球衣扁肎頭 之後我就嘗試打電話給管理公司 它竟然說那天有人維修升卡 就可以順便幫我去 Su送 raining 我就發現AirPods是一種功能 原來如果你用iPhone 而你又有這個AirPods 當你不見了它的時候 不見一隻也好 不見了也好 總之你對上一次也是連接它的話 你是可以用iPhone裡面的功能 令它發聲 大家聽到了 還有可以選左邊耳朵 右邊耳朵 還是兩邊都一起播這種聲音 你就會比較容易找到這個耳朵 Anyway 我今個月都很感恩 我可以收回 不需要再付548元去買一邊耳朵 所以它值得在這條影片出場一下 到最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天 我的背景是有些平實的感覺 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的東西 有沒有人人有鼻敏感 然後 如果有一天你鼻敏感發作 全天都在流鼻水 你拿著一盒TEMPO 我平時已經是用到TEMPO 然後第二天 你的鼻損了 嘴巴損了 很噁心 如果你也有這個困擾的話 買它吧 它是 有什麼分別的 完全感覺不到 但是呢 我男朋友經常都說我很誇張 我介紹給朋友呢 他們都說我很誇張 你摸到鼻子裡 你是TEMPO 就算很油韌也好 它也是有磨擦感的 但是這個呢 它是輕撫你鼻的皮膚 我知道我是誇張 這個真的不是你腦裡想像到紙巾的質地 它是有點像紙巾和手巾 日本的手巾 中間的感覺 很油滑 有點絲圈感 所以呢 如果你有朋友是鼻敏感很厲害 或者你自己有鼻敏感這個問題 困擾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 我在EON買 HKTV Mall我都看到有得買的 我覺得暫時這一輩子 如果我有鼻敏感 我都不可以離開這一盒紙巾 你說我誇張也是這樣說的 好啦 那我今天就推介了二月很多 我真的覺得不分享給大家不行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